主要的目的是希望 假如说呢 这边总共会有 这个范例档里面有一个 全省邮局地址 那里面的话呢 我把它分成总共有25个档案 那这25个档案 我希望可以快速的帮我 把它合并成一个档案 就这样 那所以第一件事情的话 我需要怎么用那个OSWalk 把告诉他说 这个目录里面 这个目录里面怎么样呢 帮我把里面的所有的档案 都通通叫出来 所以我如果今天希望 把所有的档案叫出来的话 第一个动作的话 记得 我这边我先 那个demo一下 结果给各位看一下 把它执行一下 把它run一下 基本上 这个程式执行完之后 就会多一个档案叫O 也就是把所有的档案 瞬间全部都合并起来了 OK 所有档案 档案大小的话呢 它就瞬间从这么多 把他合并之后的话 变成大概1.2M 大概1200KB 那当然呢 我在run之前 我也还要把他先删掉 如果没有把他删掉的话 他会变成一直 一直把他附加 因为我用A嘛 我前面有讲过嘛 我们用R是读取嘛 W是写入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一直不断每一个 每一个都写到后面的话 那我用A 他会一直帮我写到后面 那做的方法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这个是最后完成的 假设老 我今天呢 我希望呢 帮我把它写出去 就会是一个纯文字档 它的名称也比较O 那首先的话 我第一个 我需要做什么 我需要呢 把那个所有的档案 帮我列出来 那所有的档案 怎么列出来 那我分成好几个步骤 我在云端上也有放 就第一个的话呢 那我是删掉 就是假设那个档案 已经存在的话 我就把它删掉 这个我先把它mark下 假如说我今天 希望列举 所有的档案的话 其实列举所有的档案 在python里面的话 你只需要做一件 就是for 用for回圈 是去接到什么呢 特别之后 这边有root 它的根目录 dir 就是它里面 这个root里面的 所有的目录 跟它的file档案 那不过因为 我们这个地方 比较单纯 我们就是一个目录里面 就只有25个档案 当然呢 它目录里面 也有可能有目录啦 目录里面还有目字 目录的意思 不过 这边的话 基本上我们没有用到 这个dir 那我们其实 只是把什么 把这个file 它会去 有没有 所以in always work 所以特别重要 你 always work 你一定要前面要有三个东西去接它 第一个就是它的file 它的目录 还有它的根目录 这三个一定要必要 然后面的话呢 我给它一个目录名称 特别重要 这个目录名称的话 我是用绝对路径 我前面有讲过嘛 如果你给它一个绝对路径的话 前面加一个r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加一个r 那意思就是说呢 你帮我指向的不是相对目录 而是我们现在的目录 那这个目录我是把它放在桌面上啊 所以如果你们等一下在run的时候记得啊 可能你要看一下你解压缩的路径 那看一下上面路径啊 我是把这个路径复制一下 那么点一下这样一定是不会错哦 然后呢再把这个目录怎么样 贴到这边来就可以了 把它贴上 另外呢前面加一个r 表示是绝对路径 ok前面有讲过了 这个还蛮重要蛮好用的哦 那它会怎么做呢 它会帮我把所有的目录都放在这里 ok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把所有的目录file把它列出来的话 也许我先不要写入了 也许我先弄一下 假设我今天呢 我先把这些的file的档名怎么样 把它print出来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呢 把它print什么呢 print name 因为它会一个一个的 把那个file的档名呢 帮我列出来 就是读进来放在这里之后 档名哦 特别需要它会放在name 就是一个放一个print出来 一个放一个print出来 所以我把它执行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吗 你会发现哦 这边的话有没有 它会把这个目录里面的 它会帮我把这个目录里面的所有的档名 还有副档名有没有 通通帮我都列出来 所以呢接下来的话我可以怎么做呢 前面我们讲过嘛 前面我们讲过嘛 所以下一个目录它已经帮我把档名抓到了 所以接下来我只要怎么办 把它读取 读起来有没有 读还记得怎么读吧 前面讲过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那个什么 就是open的指令 其实非常简单哦 那这边的话呢我用f等于open 那这个p指的是什么 p指的是我这边的话可以给它一个 目录加上档名就可以了 特别注意哦 目录名称的话呢 就是刚刚的这个名称把它放过来 前面一定也要一个r 那串接那个name有没有 这边特别 不过你会想上面为什么不需要 这个两个嘛 其实因为拖曳资源 如果你有串接的动作的话 它会重新再去check里面的这个资源 是不是拖曳资源 所以呢如果上面没有串接啦 像这个目录我试过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有串接的话 你就必须怎么样 把这个前面再加一个 这个返斜线 就跟那个返斜线 n一样的道理 这个地方要多增加一个 那个返斜线在这里 然后他会帮我怎么样 把他这个目录的名称 再串接那个name 意思就是说 帮我到那个目录里面 找到有没有一个三重.tst 这一串 实际上如果说我今天 假如说我先被open 假设我把它print出来 比如说把这个pprint出来的话 那你会发现这个printer 假如说把这个print出来 把这个pprint出来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面 它就会是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结构 比如说c叠底下我桌面上 有没有这个档案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完整路径 那唯有它的完整路径之后的话 再来就把它开起来 ok 那开启之前有讲过嘛 我们开启的方式呢 就是直接用什么 f 等于open 很简单 其实那个写法非常简单 我觉得那个pathon里面开档 真的太简单了 那这里的话呢 把路径给它 因为我这边有个p嘛 值得就是这个完整路径 后面的话呢 d点r 那理论上当然 我这边有d点 应该要加一个那个encoding 等于什么utf8 或什么嘛 那不过呢 因为我这个档案 打开来看 因为这个是 以前应该用微软 不知道哪个软体做的吧 你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把它另存新档就可以了 另存新档之后 它是ansi 那因为我想说 如果我每个都把它存utf8 太浪费时间了 而且我要手动做 我干脆就不要管它算了 反正呢 也要合并的话 合并完之后再转也可以了 那不然的话 你一定要转25个麻烦 干脆不要转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说你今天内部 已经是ansi 我前面讲过 你就后面encoding 就不用加了 但是如果你是utf8 你就要加 没办法 因为我们现在 Equibus 是安装在windows里面 会有这个问题 当然你要加的话 可以加了 加一个什么 那个cp950 可以了 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个多余 那个encoding 这个部分应该还记得了 encoding 等于什么呢 双引号 ok cp950 也可以 但是你这边open的话 另外一个right 也要夹 你每个地方都要夹 如果我觉得这个不夹 cp950不用夹 utf8才要夹 所以我就把它省略 再来我要做什么呢 把它里面的每一行都把它 把它什么 把它读到line里面 所以这个f4 line in f 它会把每一行每一行都读到什么 读到line里面 然后呢我把它全部串接在一起 串接的话呢 就加等于line 所以它会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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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帮我串 串完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 写入把这个档写出去 好 特别注意哦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什么 之前讲过的写入的部分的话 那写入的话 我就另外再起一个fw 假设这个fw物件呢 它open呢 一样开启这个档案 OK 特别注意哦 因为我 假设我要写出去的话 如果后面呢 是希望它能够一直帮我加进去 一直帮我加进去的话 那你就不能用w 如果w的话 它会是覆盖过去 所以呢覆盖一个 下一个又把它盖过去 那永远就只剩下最后一个 所以这边请你用a a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怎么样 帮我再加到后面 再加到后面 所以我们就是开了一个 这个o的档案之后 然后呢把这个档怎么样 用append的方式 帮我串上去串上去串上去 最后的话呢把它write write write 特别注意哦 这个string好像我记得 这个应该不用加 因为它本身就是string 所以这个直接把它write 出就可以 所以我们就是把档案开起来 再把档案写出去 换下一个档 开起来写进去 换下一个档直到没有为止 好 这样子的话呢就完成了 所以你会发现 在那个什么呢 Python 里面 要合并多个档案 其实好像还蛮容易的哦 而且不只是tst 以后如果你可以 其他档案csv 或者esale档 其实也可以利用类似的方法 可以把所有档案都把它合并起来 关键的话其实就是oswork 告诉它幕幕在哪里 我们试一下 最后再把它run一下 把它save一下 所以应该你会发现 逻辑不是很复杂吧 一个一个用oswork 开某个目录 然后把那个档案 读到name里面 串接它完整的目录 这边这个print可以把它 把它注解掉 再来开档写档 开档写档 应该没有人把它执行一下 执行完之后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不过应该理论上 我应该最后再print的一个输出完成 不过这没写 那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这边的话理论上 就会多一个all ok 那这个地方最后呢 顺便讲一下说 如果呢我这个all 会有个问题 如果我在执行会怎么样 对所以你一执行之后 你会发现喔 这边它的档案就变更大了 再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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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直执行 所以怎么办呢 因为呢它的预设目录 它应该是 一直不断的膨胀 所以这边的话 因为all也会自己覆盖过去 所以 因为它这边是a嘛 那所以应该是怎么样 当它开起来的时候 就先把旧的删掉 以防止说它会不断盖过去 所以特别注意喔 这边还可以利用什么呢 这边我有再做加一个动作 就是如果那个什么呢 假如档案已经存在的话 所以在刚开始执行的时候 这个目录喔 这个目录的话 就这个档案 我是给目录加档案 如果这个档案存在的话 那我就删除掉 那我可以利用什么呢 if os.pass.ass 这个ass 其实就刚刚讲 os套件里面 assass 你把它 这个路径交给它 它会帮你检查一下 这个档案是否存在 如果为true的时候 就执行下面的动作 如果不是的话呢 那就怎么样 就直接就 就当然就 就产生一个新的 所以这里的话呢 如果你不希望档案不断的膨胀的话 请你在这边加三行程式 第一个的话呢 给一个 也是一样给一个路径 那我这边给一个f 不过也是一样 这个是绝对路径 那用os.pass.ass 所以你这边的话 那你pass.ass 这边其实你自己打 它也会跟你讲 pass 打一个f 然后呢 如果这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呢 那我就把 它给remove掉 remove的话也非常简单 os. 其实也不用特别背 remove 这边打一个remove 就会出来了 删除这个档 我就把这个 档案给删掉 os remove 打一个remove ok 然后呢 把这个档案名称 先告诉他f 帮我删掉 这样的话呢 他就会什么 如果档案存在 目前 档案已经存在 所以他怎么样呢 把它执行一下 如果执行这个 他会先怎么样 帮我删掉那个档 再重新合并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run 出来的结果 就不会无止性的一直 像现在是1.2mm 所以如果你现在再执行的话 那他会先删掉旧的 再产生新的 所以不会有像刚刚 不断不断 越来越庞大的问题发生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一题的话 我有把最后完成的 这个档案 这个画面 把它截图放在云端 所以请各位稍微参考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